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债比率是指一家公司的负债占资产的比率 为最基本的防御指标 负债越多信用风险越高 一般认为 负债比率小于50% 较为安全 2020 QE补风大于50% 小于于平均只有樱花 中华石 莲华 大台北 长期资金占固定资产比率是用来观察公司投资于固定设备的资金是来自长期资金居多 或者是以短期负债来支应 当此比率越高 大于200%为佳 代表公司财务体质越稳健 2020 QE大于平均只有大统一 台气垫 莲华 税后净利率是代表税后净利战营收的比率 也称为纯益率 是纯粹的利益 是缴完所得税后的净利 所以是一间公司最后真正的盈余成果 纯益率越高 公司获利能力越强 2020 QE高于平均只有中华时 重有 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 是专业投资机构最常用来衡量企业绩效的参考指标 股东权益报酬率是税后纯益占股东权益的比率 2020 QE高于平均只有大统一 樱花 花仙子 中华时 重有 我们可以从每股盈余年增率看出公司成长性及稳定性 2020 QE高于平均只有台气垫 中华时 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经过从公开资讯站 获得的财务资料 以Excel整理后 挑出各项指标优于平均值公司 列表评比 挑出优质公司 本次在生活存骨中挑出 樱花 中华时 重有供存骨参考 进场未接需令由技术分析及个人判断决定